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做《韩剧如何讲故事》 这本书主要说的是 韩剧的编剧们到底是怎么创作剧本的 提起韩剧我们都知道 很受欢迎 每隔一段时间都有那么几部现象级的作品 比如早年的《蓝色生死恋》《大长金》 再到后来的《来自星星的你》等等 但是你想过没有 韩剧为什么这么好看 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做过编剧 作为一个编剧 我一直对韩剧的创作手法特别好奇 好奇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剧美剧 那实现声明 我并不是偏爱韩剧 我好奇实在是因为韩剧太奇怪了 因为从故事的层面看 韩剧其实算不上特别出彩 咱们先看题材 爱情片占了一大半 其他大多是职场啊 家庭历史之类的 要特别说明的是 虽然最近两年也出现了一些 相对韩国本土来说 题材比较标新利益的剧集 那比如僵尸题材的王国啊 但是这些剧集的发行方 是美国的奈飞 从模式上看 他们其实更接近美剧 只不过是一部由韩国演员主演的美剧 说完题材 咱们再看情节 我们都知道 一个故事的情节越曲折 越跌宕起伏 那这个故事就越好看 但是韩剧的故事显然不是这样 很多套路都是用了又用 比如男主角爱上女主角之后 女主角一般都会得绝症 或者突然发现 二人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 再比如分手一定是在下雨天等等 很多剧集都是看到开头 大概就能猜到结尾 说完情节 咱们再看节奏 现代人都喜欢快节奏的内容 那比如抖音 15秒就是一个小故事 但是韩剧的节奏 它真的算不上快 看过的人都知道 那是出了名的拖坛 就算中间拉上几集 再看它也能接上 这就是为什么说 从故事的层面上看 韩剧确实算不上精彩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跟别人口述一部韩剧 因为口述不带画面 也不带表演 讲的就是纯粹的故事 你会发现 你很难把一部韩剧讲得精彩 但是最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尽管在题材情节节奏上 韩剧都多少有点缺陷 但是它偏偏特别吸引人 好多人都是看上一两集 然后就欲罢不能了 那么这个吸引力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可以确定 韩剧在剧本创作上 一定有什么东西 是跟传统的故事创作不一样的 而且正是这些东西 成就了韩剧这个奇特的物种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这本书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 是韩国的剧作家叫郑舒 他也是资深的剧本研究者 是很多编剧的老师 还担任过韩国文化振兴院 电视故事创作方法咨询委员 简单说就是给编剧当顾问 而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本书是写给专业的编剧从业者的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要当编剧 但是它却能回答 我们对编剧的一些基本的好奇 比如编剧到底是做什么的 它跟小说家的区别是什么等等 为了帮你更好地理解书中的内容 我特地加入了一些 有关编剧的基础知识 接下来我将分成两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要知道韩剧的编剧是怎么搞创作的 我们得先知道 编剧到底是做什么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我结合自己的经历 和这本书里的内容 一起做出的回答 第二部分 咱们再具体到韩剧 说说韩剧到底是怎么讲故事的 首先第一部分 编剧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你可能会说 这还用问吗 编剧当然是编故事的了 当然这个答案听起来好像也对 但是当我们继续追问 你会发现这个答案其实并不准确 首先假如编剧就是编故事的 那么它跟小说家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假如两个人的工作差不多 为什么好多小说家转行当编剧 都干得不顺手呢 其次 假如你注意过电影的演知人员表 你会发现故事创作和编剧 经常是两个人名 这是两个不同的分工 而且在历年的奥斯卡上 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 这也是两个不同的奖项 那原创剧本很好理解啊 就是故事剧本全都一手包办 但是改编剧本指的是 已经有现成的故事 需要你把它改编成剧本 注意 这个不是简单的改改格式 假如这个活这么没记住含量 奥斯卡怎么可能单独为它设立一个奖项呢 说到这你肯定已经发现写故事和做编剧 它不是一回事 那么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假如编剧不是编故事的 那它又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很好奇 直到后来接触这个行业 我觉得编剧的定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那请你记住这句话 它对我们理解后边的内容 还要理解很多影视圈的现象 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所谓编剧不是一门心思创作故事的人 而是用故事解决问题的人 注意 是用故事解决问题 也就是一部电影或者一部剧集 总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而编剧要做的 就是通过故事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是商业层面上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编剧的基本功 想入这一行 这是最起码的底线 也就是你创作的剧本 必须要有商业价值 你得知道最近什么题材流行 什么样的故事好卖 而什么题材呢 它容易引起观众的反感 比如你想写一个贺岁党的剧本 春节前后上映 那不管它是什么题材 那科幻片 家庭片 喜剧片 它的结尾都一定要让人感觉温暖 得贴合观众的情绪 总之 解决商业问题 写一个不至于赔钱的故事 这是一个编剧最底层的能力 当然了 一个电影赚不赚钱 一部剧集有没有人看 很多时候不光取决于故事 也取决于演员 观众很多时候不是奔着故事去的 而是奔着人去的 假如能请到那些顶流 也就是有顶级流量的明星 就不怕片子不赚钱 那么请到大明星之后 剧本应该怎么写呢 这就是编剧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人的问题 也就是 让你根据某个演员 设计一个专门的故事 角色要符合这个明星的人设 要让粉丝满意 到这一步就稍微有点难了 得是稍微资深点的编剧能达到这个水准 既让粉丝满意 又让电影本身精彩 你可能也发现了 有很多电影虽然请到了大明星 那照样骂声一片 这很可能就是因为编剧没有解决好人的问题 但是人的问题还不是最难的问题 最难的问题是协作的问题 但凡能用一个故事解决协作问题的 那都是这个行当里的顶尖高手 什么叫协作问题呢 比如你准备创作一个爱情冒险故事 讲的是一个小偷 那不小心偷了一个女杀手的钱包 在被追杀的路上 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彼此相爱 然后女杀手为了跟小偷在一起 那不惜叛逃这个杀手组织 最终两个人联手战胜了杀手组织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乍一看 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故事 好像并不难写 但是很快啊 问题出现了 先是男演员不满意 他觉得小偷这个形象太猥琐 想把他改成赛车手 觉得这样更酷 而且呢 这个演员还是个大腕 你得罪不起 那怎么办啊 改吧 紧接着 投资方又不满意 觉得这个故事不够炫 故事背景应该设置在外太空 这样才显得更前卫 请问作为编剧怎么办 接着改吧 但是导演这会儿又提出了要求 觉得这个故事不够接地气 那女主角不应该是杀手 应该是快递员 你看这样多接地气 你看导演的意见也得听 那接着改吧 注意啊 到这一步 这个故事它已经变成了 男赛车手 爱上了在太空送快递的女快递员 最终两个人一起战胜快递公司的故事 你看 是不是特别勾血 那请问 假如真有这么一部电影 你会去看吗 换句话说 很多电影不好看 也不全是编剧的责任 而是协作的方方面面 各有各的想法 谁都不肯妥协 最后故事就变成了四不像 但是 假如是顶尖的编剧高手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既让各方满意 又能写出一个精彩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说 编剧不是一门心思创作故事的人 而是用故事解决问题的人 好 带着这个视角 我们就能理解很多影视现象 比如美剧为什么经常烂尾 因为美剧本身 它是一边拍一边播的 发现受视率下降 就得马上停掉 这就意味着 编剧必须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不管故事发展到什么程度 你都得让它随时有个合理的收尾 那显然 这太难了 烂尾 某种程度上 就是因为留给编剧的时间太少 那当然 我不是在为编剧辩护 我只是在说 这个行业里的一个现象 好 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韩剧 我们已经知道 编剧的本质是用故事解决问题 那么 要想知道 韩剧编剧是怎么创作剧本的 我们就必须得知道 韩剧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又是怎么解决的 接下来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韩剧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你可能首先想到 怎么让故事好看 怎么让人物丰满 其实这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问题 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 怎么让这个剧集符合电视这个平台 媒介大师迈克卢汉曾经说过 媒介集信息 意思是内容存在的方式就决定了这个内容本身的特点 比如广播剧靠的是音频 你就不能有太多的画面描写 再比如电影是大荧幕的艺术 镜头上就要讲究一些 那么电视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 电视面向的是普罗大众 是全家老小要坐在一起看的 这就要求 电视剧在题材上要老少皆宜 不能太见走偏锋 这是电视区别于小说和电影的一个明显特点 你看 小说和电影都是选择性观看 我想看什么就去买书 或者去买电影票 别人选什么与我无关啊 但是电视就不行 一个人看什么 全家都得跟着看 这就是为什么韩剧的题材 它相对温和 因为你要同时照顾到所有人 但是注意啊 虽然不用在题材上做什么重大创新 但是每个时期流行什么题材 是随时在变的 而且变化的依据 跟这个行业本身没什么关系 完全取决于社会环境 比如最近的经济形势很好 那就写点怀旧的故事 因为越是生活条件好 人们就越是想回味过去的苦日子 一股思甜嘛 很好理解 你看那几部有名的怀旧剧 像请回答1997 请回答1988 它播出的时候 都是韩国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 假如本身经济环境就不好 你再带着大家一股思甜 那这个收视率 它怎么可能高得了 再比如 假如最近的韩国政坛 爆出了丑闻 那比如贪污案之类的 历史剧就会流行 因为很多事啊 是不好在电视里摆明了说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历史事件 来隐于当下啊 政治领域越动荡 历史剧就越流行 但是不管什么题材 它都必须要满足 合家观看的场景 这是电视这个媒介 最主要的特点 它是一个家庭媒介 除了这个呢 电视媒介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电视的收看场景 是高度开放的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家的电视摆在哪 那大概率上是客厅 这是家里边最嘈杂 最容易被打扰的地方 而且电视的切换成本非常低 只需要按一下遥控器 就可以换台 但是我们再拿电影来对比一下 电影就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场景 首先你人在电影院里吧 整个放映厅只有一个大荧幕 你喜欢也得看 不喜欢也得看 而且切换的成本很高 你必须得走出电影院才行 换句话说 电影是强制观看 而电视是随意观看 那么怎么在这个随意的场景下 让电视剧保持好的出事体验呢 这就要求电视剧的节奏不能太快 假如剧情进展太快 观众就会觉得负担太重 而且一旦中间吃个饭接个电话 他再回来就接不上了 观众索性就会换台 这就是为什么 韩剧的节奏普遍比较慢 这不是编剧偷懒 而是为了照顾观众 那说到这就引出一个问题 既然电视这个媒介形式 他已经要求了 你不能写太另类的故事 故事的节奏也不能太快 那么你怎么才能在这个限制条件下 让故事变得好看呢 那这就是韩剧编剧们的功夫所在了 韩剧编剧靠的就是两个字 细腻 我们经常说 一个剧集要有质感 要足够细腻 但是到底什么叫细腻 我觉得韩剧算是一个标杆 比题材创新 那很少有人能比得过美剧 那比节奏紧凑干脆利落 做得最好的应该是日剧 但是说起细腻 应该很少有人能比过韩剧 那么韩剧到底是怎么实现这个细腻的呢 方法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一是塑造一个足够细腻 且自带矛盾的人物 注意 很多人觉得 编剧的工作是从情节开始的 其实并不是 编剧的第一部是设计角色 因为剧本最后是要由人来演的 这就意味着 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最直观的要素 不是情节 而是人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看过那么多电视剧 你未必能记住每一个情节 但是很多角色一定会深深的印在你的脑子里 韩剧的角色设计有多细呢 像演员必须美 对白必须精致 这些比较明显的要素 咱们就不细说了 我举几个不常见的指标 你感受一下 比如在角色设计里有一个标准 叫经常活动的场景 必须有视觉美感 也就是主人公经常出现的地方 它必须要好看 比如说 主角是一个花点姑娘 你看花点还算比较美 这算勉强及格 那假如主角是服装设计师呢 就会经常出现在梯台的秀场 周围全是模特 这个场景也算是不错 那么假如有的角色 他所在的场景本身不是特别美 怎么办 很简单 想办法让他变美 比如 主角是士兵 主要场景是军营 那怎么让军营好看呢 你就必须要把大量的配角士兵 全都换成有六块腹肌的小鲜肉 再比如 在角色设计上 韩就会尽可能在一个角色的身上 贴上更多的标签 比如 来自星星的你 男主角是一个被困在地球上的外星人 已经生活了上千年 现在呢 在大学里当教授 外表极其冷漠 但内心又十分善良 而且还有超能力 你可以算一下 到现在 男主角身上有多少个标签 外星人 超能力 大学教授 等等 光是这些标签放在一起 他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悬念 他会让人特别期待 这么一个人 他每天是怎么生活的呢 他想不想回外星去呢 再比如 还具要求 台词必须要自然 要贴近生活 那这听起来有点像一句空话 好像所有的剧本都是这么要求的 但是 要真正做到 是非常难的 比如 拍古装戏 影像表现男主角很善良 请问怎么办 假如你设计一个 他在路边施舍别人 然后别人表达感谢的场景 那就会显得特别刻意 你得让这个场景显得特别自然 比如 你可以设计这么一个场景 那 现在是一只小猫 不小心闯进了男主角朋友的家中 男主角的朋友很高兴 说 哎 太好了 今天晚上可以吃猫肉了 那正当他准备抓猫的时候 猫跑了 随后 镜头一转 同样是这只猫 他又跑到了男主角的家里 那男主角正好在吃饭 顺手就把一点饭放到地上 让猫过来一起吃 哎 你看 通过一前一后 一组对比来表现男主角的善良 就显得更自然一些 但是 这就要求 你得多设计一个衬托男主角的配角 这就会有额外的创作成本 当然啊 我不是在夸韩剧 而是想说 要想让一个东西好看 很多功夫是省不下来的 比如韩剧 情节上简单了 就要求编剧 在角色上花更多的功夫 说白了 背着抱着一边沉 但是 这个功夫花的还是很值的 只要把角色塑造好 一个韩剧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而另一半是要靠情节来推动 这时 韩剧就要解决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 怎么让情节抓人 但是又不能让故事进展的太快 这就好比开车 你要让一辆车开得很慢 而且还要让车上的人感觉到很刺激 那这怎么办呢 韩剧的做法是 设置过山车式的情节 什么叫过山车 就是起点和终点 其实是同一个地方 你做完之后 并没有实质的往前走一步 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却很刺激 比如拍一部宫斗戏 那本来女一号和女二号争宠 打得不可开轿 你要想让这场宫斗戏精彩 但又不能进展太快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安排一场 女三号从天而降 突然空降的戏 也就是突然出现一个 前妻书画样样精通的女人 把国王的注意力全夺走了 这时候 女一号和女二号都不是对手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要一起联手 一起对付这个女三号 你看啊 女一号女二号联手 对付女三号 这个过程本身很精彩 但是当他们一起战胜 女三号之后 故事呢 又回到了主线 女一号和女二号 还有接着斗 这就是典型的过山车情节 过程很曲折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 故事又回到了原点 就算观众完全错过这几集 也不影响他们理解故事的主线 而且这样设置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给故事保留了足够的弹性 因为韩剧是一边拍一边播的 制作方要随时调查观众的反馈 并且根据反馈来调整剧情 那比如某个角色明明是配角 但是人气很高 这会儿你就要给他多安排几唱戏 但是这几唱戏 又不能影响故事的整体走向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设置这种过山车式的情节 既让配角有充足的表现空间 又不耽误最终的走向 不会对主角的命运造成干扰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看完之后 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细腻 就连配角都是有血有肉的 它多细腻啊 这也是韩剧的第二个塑造细腻感的方法 设置过山车式的情节 让主角和配角都有充足的表现空间 好 说到这儿 咱们已经说了韩剧的两个创作要领 丰满的人物和充足的过山车情节 到这一步 一出韩剧的主要结构已经有了 你看 当你塑造一个足够丰满的主角时 这个故事就有了大概的骨架 比如来自星星的你 主线是男主角到底要不要回外星 同时你在主线上设置了足够多的过山车情节 这个骨架也就有了足够多的血肉 但是这还不算完 一部电视剧往往还得解决第三个关键问题 那就是广告植入的问题 假如广告的痕迹太明显 那再好看的故事 它看着也出戏 比如你要在一部爱情戏里植入红酒广告 最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是 让男女主角在酒吧相遇 那喝这个牌子的红酒 喝完之后再夸两句 说哎呀味道真好之类的 但是显然这一看就是广告 痕迹太明显了 要想让这个植入显得自然 你就得让商品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比如同样是红酒 同样是酒吧 你可以这么设计 男主角和女主角在酒吧相遇 聊了一会之后 两人即将分开 男主角说喝完这杯酒就回家吧 而女主角呢 他拿起酒只是抿了一小口 那男主角就很好奇 就问说是不是酒很难喝呀 哎女主角回答 不是酒很好喝 我只是想让这杯酒喝的慢一点 你看这么稍稍改动一下 这个植入就会显得没那么生硬 在这啊 我想顺便发起一个小小的互动 就是针对这个红酒植入的场景 请各位开开脑洞 假如你想到更有意思的植入方式 可以随时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好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 韩剧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又是怎么解决的 简单说 韩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既要让一个故事满足合家观赏 节奏又不能太快 又要让这个故事尽可能好看 那针对这个问题 韩剧的解决方案是 先设置一个足够细腻丰满的角色 用这个角色来撑起故事的主线 然后再在这个主线上 插入很多的过山车式的清洁 来制造节奏感 那最后在广告植入上 要让广告尽可能的融入故事 到这里 这本韩剧如何讲故事的精华内容 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最后我还有一点个人感受 那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锻炼自己讲故事的能力 你可能已经发现 有关教你怎么讲故事的书有很多 但是很多人看完之后 只是当时觉得很有道理 看完了呢 却依然讲不出一个好故事 我的建议是 这件事啊 我们可以分成三步来做 第一步是 不要先看书 而是先实战 你先按照自己的设想 随便构思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都行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想怎么讲 就怎么讲 那第二步呢 是再把你想到的这个故事 跟别人讲一讲 至少讲上两三遍 然后记录下来听者的感受 最后第三步才是看书 看看你的故事 跟书里的方法有哪些不同 按照这个顺序 先实践再理论 你会发现 效果比直接看书好得多 借用好莱坞编剧教父 罗伯特麦基的一句话 他说 好故事没有固定的公式 只有必须遵守的原则 言外之一 在讲故事这件事上 没有确定的地图 只有指南针 你只有拿着他 亲自出去走一遍 才能找到正确的路